你感覺到了嗎? 時候終於到了,各位 今年是基努李維復興之年 終於,我們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但是他是怎麼走到這裡的 讓我們回到30年前 基努李維在那之前都是演一些小小的配角 直到在阿比和阿弟的冒險這部電影之中得到突破的機會 接下來幾年之中他接演了幾部小眾藝術片 但是同時也是個血氣方剛的動作英雄 從金爆點到捍衛戰警,再到捍衛機密 拜託不要去找那部電影來看,真的有夠糟糕 他正在慢慢成為當時的票房保證 接下來他接演了一個小小的電影系列叫做《駭客任務》 現在他進化成了他的第二階段 沉默寡言,外表堅毅的英雄 即使不是在演這種角色的時候 他飾演的也都是較為憂鬱沉思的角色 像是心機掃描或是靈異大逆轉 但是這也許反映了他的內心世界 女友流產在一年多之後又缺貨死亡 妹妹得到白血病,最好的朋友因為毒品過量而敘事 大概沒有一個名人的故事是比他更哀傷的了 而這也影響到他所選的角色以及他選擇呈現的方式 但是同時他卻還是用最大的善意對待每一個人 他的善行我再次就不一一列舉了 不過在許多人眼中他仍然不是個快樂的人 相信許多人都看過這一張憂鬱的基努李維照片 原本是90年代和2000年初期票房保證的他 漸漸消失在大眾眼前 直到2014的捍衛任務他回來了 也許比以往都要硬拍 硬生生的上了好萊塢檯面上出了 不可能任務以外的動作片一巴掌 也許我們終於要看到基努李維東山再起了 2018年另外一個轉型 婚禮冤家 他飾演一個厭世的男子 但是帶點幽默感,帶點性感,有點貼心 而這部電影主角在結局某種程度上放下親放 也許代表著基努李維本人 我們在13展Cyberpunk 2077發表會上看到他出場 他在過程中笑了好幾次 而且完全壓抑不住自己對於這個遊戲的興奮 而在Netflix的可能還愛你之中更是完全放開 他在這部電影之中飾演自己 但是是一個與現實完全相反的版本 這部電影裡的基努李維是個沒有意識到 自己是個有錢混帳的有錢混帳 超誇張的慢動作出場 不經意的炫耀自己的財富 例如 這一頓6000美金的晚餐 還不及我捍衛任務的重播費之類的 或者是挑釁男主角要他揍他 但是同時也自嘲自己人超好這件事 在一陣混亂之後 女主角憤怒的說要跟他分手 他只冷靜的回答 太不幸了 讓我幫你叫個Uber吧 現在他在玩具總動員之中 扮演一個失敗的特技玩具 而傳聞將會加入漫威的永恆族電影 毫無疑問我們現在見證了基努李維的重生 他可以是個硬派動作英雄 他可以在百分之百的喜劇之中耍蠢 也許他是個孤獨的人 但是無需多演 全世界現在都愛上他了 遇到這種情況 我們只能說 WOW 不想被Youtube演算法胡搞的話 請別忘了訂閱 並且按下訂閱鈕旁邊的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影片 但是現在連按鈴鐺都不一定會有通知了 Youtube到底在衝三小 我最近還有一個周遊頻道有興趣的話去看一下吧 我是超粒方我們下部影片見 下部影片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